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Day TV KPM 在海底世界 我好像看到螃蟹妹妹 你来干什么 丽婷 你好 我特地来探望你 听说早些时候你身体爆药 那你现在还好吗 幸好我已经病好了 现在康复了 太好了 是 那我请螃蟹妹妹 进去我的房子里头做一做吧 好吧 我们继续聊聊 各位小朋友 欢迎收看D-Day TV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丽婷 我们首先要欢迎来自 雪浪河州家谱英华华小的 黄诗婷老师 欢迎欢迎 哈喽 小朋友们好 丽婷 你好 你好 螃蟹妹妹 是的 今天老师化身成为了螃蟹 老师要带我们去海洋世界 海底世界 对吧 对的 小朋友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些海底生物 然后海豚先生也跟着老师 一起来到了摄影棚 那今天海豚先生 他带来了一项任务 要交给丽婷 好 快来 把任务卡交给我吧 好可爱的海豚 丽婷来看看 是的 到底是什么任务好后呢 哇 很多张纸卡呢 是的 丽婷 你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吗 不晓得 我看一下有什么 这里有鱼 大鱼和小鱼 应该是鱼妈妈吧 还有鱼 小孩 然后呢 好像有不同的故事在里面 老师 是的 好 那既然丽婷已经过目了 那老师来告诉你 现在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好的 你现在应该就是根据这个故事的秩序 来排列图卡 哪一个是第一个呢 哪一个是第二张 先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有很多张图卡 要看清楚才可以 要怎么排故事 我来猜猜 好 那排 我把图卡排在那个白板上好不好 是的 丽婷 我看一下又有鲨鱼 OK 第一张 应该是 这一张 我猜是这一张 丽婷排在第一号也对了 一号 第二号是 二号是 她可以吧 这一张也可以 二号 第三张 第三应该是这一张 有乌龟的 海龟 然后第四 这个是剧情的高潮 第五张 还好了 老师 恭喜丽婷完成了任务 可是我排队吗 老师 所以老师来看看第一张 为什么第一张 丽婷会把大鱼和小鱼排在第一张呢 我猜应该是鱼妈妈她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调皮的小鱼儿就偷偷跑出家门口去游玩了 调皮的小鱼儿 那接下来第二张图你想表达什么呢 我感觉好像不太对 这个小鱼儿她在游玩的时候 她就碰到了螃蟹妹妹的家人 有很多小螃蟹 小螃蟹在那边玩耍 我猜是这样吧 好 那第三张图呢 丽婷想说些什么吗 第三张图 因为第二张图刚好后面有海龟 可能是海龟 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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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到了她身边 所以小鱼儿看到也很高兴 想要跟他们说哈喽 海龟 海龟妈妈 海龟小朋友 你们好 好精彩的故事 那第四张图呢 故事的高潮来了吧 刚才丽婷有提到故事的高潮 对 她在外面玩的时候 突然不小心就遇到了大白鲨 而且不止一只 应该是大白鲨妈妈 大白鲨的小朋友 然后呢 大白鲨很凶猛 可能会吃掉他们 她很害怕 啊 怎么办 啊 怎么办呢 丽婷 你觉得小鱼儿 然后螃蟹 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这个时候小鱼儿和螃蟹就想到 我们不应该乱乱跑 我要赶快跑回家 家是安全的避风港 所以小鱼儿赶快跑回家 找到妈妈 很开心地跟妈妈抱在一起 轻轻脸啦 太棒了 太精彩了 丽婷的故事 好棒哦 谢谢老师 但我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对劲 那你想重新再拍过吗 有哪一张图是你想要重新再拍过的吗 好 我想要把这两张反过来 也好 也可以 这都是根据你的创意去排列 都可以 老师都介绍 对 因为刚才这一张如果排在第三的话 突然间螃蟹又出现在第四 好像不太对 所以我换一换 好 丽婷好棒哦 原来你是有根据那个故事的逻辑 去排列这一些图卡 太棒了 那现在你要不要重新再整理一过 整理一遍你的故事呢 我的故事就是有一天 小鱼儿趁着妈妈睡觉的时候 偷偷游出家门 她首先遇到了海龟妈妈和海龟小朋友 再来又遇到了螃蟹一家人 可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两只大白鲨 跑了出来想要咬它们 吃它们 所以小鱼儿和螃蟹非常害怕 赶快溜回家找妈妈寻求她的保护 他们一家团聚之后 小鱼儿高兴地亲亲了妈妈的脸颊 好温馨的故事 那从这个故事里头 丽婷其实学到了什么 道德教育的价值呢 其实我不晓得 老师 那你觉得小鱼儿她趁妈妈睡觉的时候 因为第一张图卡 你说她趁妈妈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游了出去 那我们可以偷偷地游出去吗 不可以 因为外面的世界有很多 不晓得会发生什么危险的地方 或者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如果偷偷溜出去 妈妈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那你发生事情的时候 妈妈就不能来帮你了 对了 外面的世界好危险 那如果下一次是 如果你想出门的话 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 我会先跟妈妈商量 如果妈妈不让我出门 那我只好乖乖地在家 对 太棒了 好 丽婷 我们这一个环节就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我们再来讲一讲海底世界的故事 世界上的大洋共有五个 按照面积由大到小分别为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南兵洋 和北兵洋 欢迎回到D-Day TV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海底世界 我想要请教螃蟹妹妹老师 到底海底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 会有不一样吗 他们也吃饭 也睡觉 也游泳 也玩爽吗 丽婷 好多好多的问题 太好了 老师最喜欢学什么问题了 那现在老师带你一起去探索 这个海底世界 好吗 我们来听一个故事 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 小鱼丹尼对海底世界 充满了好奇心 有一天 她趁妈妈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游了出去 丹尼开心地游啊游 游啊游 游过一片色彩斑斓的珊瑚虫 哇 海底世界 哇 海底世界真美丽 哇 海底世界真美丽 好 不远处 有几只螃蟹正在玩耍 螃蟹哥哥 螃蟹哥哥 我们一起玩 好吗 好呀 突然 突然 出现了两颗黑影 大家快逃 原来是两条可怕的大鲨鱼游了过来 丹尼吓得赶快回家 她再也不敢瞒着妈妈出去了 故事结束 老师讲得好好哦 这个海底世界不只有斑斓的珊瑚 还有很多小动物小生物在里面哦 嗯 丹尼所谓的小动物小生物 丹尼你还记得吗 有哪一些呢 大概记得有鼻子长长的 好像是 我找一下啊 就是这只海马 对了 海马 那老师也找找看 海马 海马 好 丹尼来 我们一起把它插在这一个插座上好吗 好的 这个小贝壳上 海马 海马看得到吗 来 海马就长这样 然后它是这样写 海水的海 马儿的马 海马 对了 太棒了 海马有长长的嘴巴和鼻子呢 OK 好 那刚才我最记得就是 他一开始先遇到的好像是海龟 他说是海龟叔叔 海龟在游泳 海龟 海龟 力挺带放了 谢谢老师 你还记得 海龟游要游 游要游 那海龟我放这里吧 好 那我就放这里 老师 老师刚才说怎么念呢 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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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 很多只小螃蟹 跑出来 就像老师今天打扮 而且螃蟹是打横行的 如果是在沙地上 当然在水里游泳 就自由自在了 自由自在的螃蟹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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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螃蟹 故事里头有螃蟹 螃蟹要放哪里呢老师 螃蟹力挺可以放这边 放大贝壳这边 放大贝壳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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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鲨鱼 鲨鱼 鲨鱼来了 鲨鱼来了 老师也紧张了 螃蟹快逃 那鲨鱼来了 这鲨鱼好难写啊老师 它的笔画很多呢 是 我们今天学名字 学名称 海底生物的名称就好了 我们没学写字 好 鲨鱼 鲨鱼 不可以忘了 我们的主角小鱼儿 对了 鱼 鱼 鱼 那鱼是主角 就插前面好吗 这个要麻烦力挺巴老师 插一插 好的 这调皮的小鱼儿偷偷溜出去 所以就遇到了鲨鱼 对了 那力挺你还记得 故事里头有多少只螃蟹吗 哎呀 好像有四只 对了 记忆很好 幸好还记得 然后海龟有两只 对 海龟叔叔 海龟叔叔和他的小朋友 然后鲨鱼也是有两只 鲨鱼有两只 很好 老师还要想一下呢 力挺的记忆里 正好 小鲨鱼 是 那接下来老师我们要干什么呢 接下来力挺迫不及待要玩记忆游戏了 刚刚老师在考考你 我的天啊 是 接下来我们的记忆游戏名称呢 是 饥饿的大鲸鱼 大鲸鱼刚才没有出现 但是我看到白板上有一只大鲸鱼 它张到了嘴巴 那大鲸鱼呢 它现在肚子好饿好饿 它想吃一些海洋生物 但是大鲸鱼先生得等等 等老师念出了名字 你才去吃好不好 好的 大鲸鱼要听话 很好 好 那第一个 大鲸鱼想吃鲨鱼 大鲸鱼想吃鲨鱼 它就要游泳 游啊游 游啊游 靠近鲨鱼 对了 鲨鱼很棒 好 接下来大鲸鱼想吃海马 海马 大鲸鱼 游啊游贪吃的大鲸鱼 靠近了海马 嗯 嗯 嗯 海马好好吃 接下来大鲸鱼想要吃掉海龟 我的妈呀 海龟那么大只 它也想吃啊 真是一只肚子饿的大鲸鱼 它靠近了海龟了 嗯 嗯 吃掉它 对了 好 最后 还有呢 大鲸鱼它现在想吃螃蟹 这是海鲸大餐啊 可恶的大鲸鱼 它竟然游啊游 游啊游 靠近螃蟹了 嗯 又把螃蟹给吃了 嗯 最后呢 它最想吃的是鱼 可怜的小鱼儿 你逃得了鲨鱼 但是你逃不了这大鲸鱼 它来吃你了 嗯 美味 大鲸鱼 把海洋生物都吃进了肚子 那现在它的肚子可脏得 受不了 好饱啊 好饱啊 怎么办啊 那要等它消化一下 那老师 我记得生字都对吗 是的 力挺真棒 今天大鲸鱼吃的海洋生物呢 都依据老师的资讯 去把那些生物都吃了 嗯 那老师今天教这一堂海底世界的课 就是要带我们认识这些生物对吧 对了 我们今天认识了几种海洋生物 那除了这些海洋生物 力挺你还记得 或者是你知道有哪一些海洋生物 是老师没提及过的吗 没提及过的我不知道 但是刚才在老师的那个故事书里头 我看到这个珊瑚 美丽的珊瑚 还有吗 珊瑚 然后好像还有水草 水草在这里 地上有水草 对了 还有 其实海洋生物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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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可是今天呢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老师没办法一一地带出来给大家认识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就可能先休息一下 稍回来呢 再听听老师讲一讲海底世界的故事吧 别走开 海马爸爸身上有个育儿蛋 负责幅画小孩呢 各位小朋友 欢迎来到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呢 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鱼儿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我们要聊聊的鱼儿 我们来认识鱼儿 欢迎老师 是的 我们来认识鱼儿身体的各部分 好 鱼儿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她的头部 她头部其实有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器官 和我们人类都有的 和我们人类都一样的 你猜猜看是什么 鱼眼睛 对了 眼睛就是鱼的眼睛 好 那眼睛的功用是什么 丽婷 你猜猜看 我们人是看 鱼也一样吧 对了 鱼的眼睛是用来看东西 好 头部除了眼睛 我们还有 鱼嘴巴 嘴巴 对了 嘴巴 鱼的嘴巴 在这里 对 好 鱼的嘴巴 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是用来 吃东西 对了 吃东西 鱼的嘴巴用来吃东西 好 接着下来这个弯弯的部分 那个是 老师 我不懂 那是什么 那是塞 塞 鱼塞 好 这个鱼塞 是 什么功用 用来做什么 感觉它好像会 不晓得 老师 好 丽婷 让老师来为你解答 鱼塞其实就是它的呼吸器官 它主要功能就是呼吸 就像我们的鼻子 鱼塞是用来呼吸的 是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边 有这些黄色 然后带有一点绿色的这个部分 半圆形的 那这是什么呢 我知道 老师 它硬硬硬硬的 它是鳞片 对了 鳞片 鳞片 鱼的身上有美丽的鳞片 那鳞片其实它的功用是什么呢 它那么硬 应该是保护鱼儿是吗 老师 太聪明了 丽婷 刚刚老师就听到你讲了答案 所以老师也知道了你 其实都懂它的功用是什么 所以老师就考考你 对 你也答对 没错 我也猜的 太聪明了 好 接下来我们有 对不起 这个塞老师放错了地方 刚刚应该是放在这边 这个才是它的塞 开关开关 呼吸的时候 对 老师放错了地方 老师现在纠正了 好 那现在这个是 这怎么念啊 老师 这个字 好难 这个是旗 鱼的旗 对了 鱼的旗 那不是翅膀吗 老师 就是旗 鱼的旗 好 旗 其实丽婷你还可以看到 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也是有鱼旗 有没有注意到呢 好像上面有一个 下面也有一个是吗 对 这边都有 这些我们也是 都是一样的 对 我们都称为旗 对 这是她背部的旗 她主要的功能是 猜猜看 游泳 有一点点正确 她游泳的时候 她需要怎么样 平衡 对了 太棒了 那她这个刺的主要功能是 平衡她的身体的 我还以为像我们手 这样推进 向前游不是 是平衡 那一个要向前推进的 是下一个部分 哦 原来鱼尾巴是这个功能啊 老师 对了 鱼尾巴呢 主要是可以让它向前游动 也可以方便它呢 左右摆动 这是鱼尾巴的功能 哇 今天真的是有学到 好多东西呢 老师 鱼的尾巴原来是 帮助她的身体摆动 然后往前推 往前游 是的 好 老师 来替你们复习一下 今天我们学过的有 眼睛 嘴巴 塞 齐 尾巴 还有鳞片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手工 简单的手工 也是和鱼有关的 哦 我看到这个桌子上 老师放了一个大信封 是的 这大信封是要拿来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拿来做鱼儿呀 那大信封怎么变成鱼儿呢 不晓得咧 老师快点教我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主要的材料 就是有大信封 大信封一个 剪刀 剪刀 钉书鸡 钉书鸡 江湖 江湖 马克笔 马克笔 这些文具大家都会有的 还有最后一个是活动眼 活动的眼睛 要做鱼的眼睛 对了 那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 老师就没办法由头到尾展示给你们看咯 好 那老师先展示最基本的 首先呢 那个立体你要对折 这肩脚这边对折 形成一个正方形 鱼的身体 对 鱼的身体 那下面这一个多余的部分呢 我们就要剪 剪开 剪开 我们去掉这个下面的部分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打开这边有一个开口 这边有个开口 然后它这边两旁尖尖的这个部分 往内折 对准刚才中间的那一条横线 OK 好 往内折 好 好了吗 OK 好 然后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你就对齐上面的这个尖角的部分 我们打开 然后把它往上折 先打开 然后往上折 好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这个开口的部分向着右边 开口的部分向着右边 然后这一个折痕 这边我们各自剪到中间这个中心点 好 那老师剪吧 我的动作比较慢 没关系 对不起 我们是剪到这边 我们是剪到这边 好 另外一边呢 也一样 那过后呢 开口的下面这个部分 我们跟它剪至中心点 OK 好 OK 然后我们再从这边 剪 出来了 看到吗 鱼的形状出来了 好 那基本上呢就有一个鱼的形状出来了 好 那过后我们在它的尾巴呢 再交叉 然后用钉书机钉一钉 那鱼的形状就出来了 哇 老师好厉害 这个同学们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重温我们在YouTube上播放的这个视频 对 到时候就可以不断练习 好 那老师呢 已经完成了 预先完成了 大鱼 还有小鱼 哎呀 好可爱 可是老师的鱼片很多 怎么做呢 对啊 鱼片呢 它其实是有这些圆圈 然后折扮 把它粘上去 对 然后再把它粘上去 这样粘上去 小朋友们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擦不同的颜色 就形成了它的鳞片 记得哦 鱼的部分有眼睛 嘴巴 腮 鱼鳞 然后其 还有尾巴 就完成了 是 所以眼睛也最后要记得 给它贴上去 那就有鱼眼睛 对了 哇 太可爱了 老师 谢谢你教我们这一堂课 那希望同学们呢 如果在家有这些材料 准备好的话呢 就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只鱼 对 好 那老师今天教卷海底生世界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小朋友们要记得故事里面 所带出的那个道德价值哦 我们出门的时候 记得先跟我们的家长交代一下 是 如果要出门就说 妈妈或者爸爸 我想要去哪里玩 从几点钟到几点钟 我会跟谁在一起 然后呢 会回家 回家的时候呢 如果有手机 记得给爸爸 就拨一通电话 对了 好棒 好 谢谢老师 非常感谢螃蟹美眉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堂课 希望大家也上课愉快哦 好 我们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噗噗噗噗噗噗噗 Under the sea 海国人 海国人 跳回高手 他们可以跳过嘴面 跳起你 你知道吗 海龟妈妈 一次可以 产下 200个蛋 海龟妈妈 你是谁 我是魔鬼鱼 我的身体扁扁的 尾巴长长的 海龟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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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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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